白色轿车缓缓地往前执行 却越开越往右侧偏 最后撞上林亭路边的自小客车 蹦 猛力撞上后 整辆轿车侧翻在马路上 突如其来碰撞声 附近民众都吓了一大跳 一旁车行的电源立即上前关心 并协助指挥交通 警示后方来车 避免再衍生追撞事故 9号晚间8点多南屯区中永路 发生这起自撞翻车事故 当时33岁流星女驾驶 一度受困车内 热心民众除了赶紧打电话报警 也意图要协助他从车内脱困 由于白色轿车一度窜出白烟 就怕有火烧车的疑虑 一群人想尽办法 要先将女驾驶救出 所幸他毫发无伤 只有受到严重惊吓 警方第一时间进行酒测 也没有酒精反应 他表示自己开到谎神 才会失控自撞诱偏 只有财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 小学警方也再次呼吁 民众开车骑车上路 就留意车子的情况 自身状态也要保持好 避免疲劳驾驶 确保行程安全